中共正部级的现任610办公室主任 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被中纪委调查后 舆论注意到他从媒体人晋升到政法系统的经历 随着李东升的恶行不断被起底 李东升利用央视副台长身份 紧随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积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也随即曝光 媒体人出身的李东升摇身转行政法系统 一个没有公安经验的媒体人 能转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9位公安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二 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李东升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出身 曾任央视副台长主管焦点访谈节目 美国大纪元时报报道 李东升在央视任职期间 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利用焦点访谈节目 大力报道有关污蔑法轮功的新闻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99年7月21号到2005年为止 六年半的时间焦点访谈 在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 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节目 仅1999年当年五个多月的时间 就播出了70集 大家知道做一期访谈节目 事前准备采访后期制作 等整个这个流程下来 是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李东升主管的这个焦点访谈 在迫害法轮功最开始的五个月里 制作了77节目 几乎两天就是一集 话说的直白一些就是 这段时间李东升就没干别的 一门心思在央视上 炮制迫害法轮功的虚假新闻 2000年7月 李东升被提拔为广电总局副局长 随后不久 2001年初天安门发生了 震惊中外的自焚委案 2001年1月23号大年除夕 时任政法委书记的罗干 炮制了七名所谓法轮功学员 在天安门广场上自焚的案件 时任央视副台长 党委书记的李东升 在央视收视率最高的时段 反复播出这一委案的内容 香港人的自焚的案 有可能是他承承党的职业 来做的 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一件事情 立了打工 所以他能够省下 因为这一件事情 这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时候 给法轮功脱的一个最脏的一个污水 可以说是中共镇压法轮功 做的一件最卑鄙 最无耻的一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中 电视台是出在前面的 持了一个最坏的原因 他就煽动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了 2002年5月 李东升升任宣传部副部长 2009年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 将李东升调到公安部担任副部长 大纪元报道 在任职中宣部副部长期间 李东升大力宣传对法轮功的污蔑消息 同时继续发挥他在央视的影响力 严控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 创造了中共党内一个没有任何政法经验的媒体人 成为公安部势力通天人物的奇闻 李东升离开央视后 继续操控副台长孙玉胜 通过央视新闻频道 严加监控 发表涉及法轮功的各项污蔑报道 以及掌控相关舆论导向性事件 至此李东升成为江派人马 笔杆子和枪杆子两手都要抓的代表 同年李东升还结束了 从1999年兼任的610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职接攀升主任 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号 在联合国会议上强烈谴责 中共利用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对法轮功构陷 分析天安门自焚视频显示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该组织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席代表 凯伦·帕克博士 在去年9月18号的人权理事会上 还公开声明关注中共活摘 和非法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为 目前江泽民、罗干、周永康、李东升等人 已被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以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起诉 并被判有罪